問題的癥結是誰說拔你的名字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森美是很大的嫌疑 口水多過浪花 等你埋位 第一次上電台做節目 是呀 是不是很不遲 為什麼森美不叫你呢 森美跟他那麼老友 怕那麼多輯 他都不請你上來 什麼意思呢 我都應該問森美大哥 究竟為什麼不請我們 他不想有些美男子上去 是不是呀 很難得的 因為當時我都未必上去森美旅行團的本身 他本身叫我去 但拔了我的名字出來 原本是因為怕小生小鮮肉在這裡 所以真的拔走了我 你先不要亂說 我認真知道的 因為監製和編審說一定要有個男生在這裡 所以他堅持了 在臨出發之前才讓我再出發 我先幻想一下 一個崎嶇波折 終於可以去到心美男子 問題的癥結是誰說拔你的名字出來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心美是很大的嫌疑 一生不能藏二苦 所以還要那一輩子跟你一起鬥身材 脫掉衣服的 他會不會知道有你 然後他就看看你什麼樣子 什麼身形 然後他又再健康一點 他會很好健康的 他有跟我說 其實有你在這裡我不健康了 但是我應該留意到他的IG story 經常都會操心機 當然是這麼說 這些叫做丟雞 他就想你點耳輕心 即是明天測驗他還沒讀過書 對 就是這樣的同學 然後你就說 我昨天開通宵 他就說我沒看過 糟了 實在考得不好 然後一秀出來畫空機 比頭大 大家都是這樣 不如由頭問一下 丁子朗 我好像看著你選出來的 你是香港先生 是呀 都姐看著我選出來的 2016年 當時就是你們做私儀 是呀 是不是那次就是我跟農夫做 是 還要一年兩晚 第一晚就不知道是香港小姐 第二晚是香港先生 是呀 那時候有印象嗎 有的 他是高分的 還有你是跳K-pop 我記得是不是你 不是 但我當時是 打功夫刀 什麼打功夫嗎 對 功夫刀 記得一點 是 花拳手腿 騙人 你本身是認識的 對 本身是認識的 但當時為何你這麼有勇氣 我覺得參選是一個很大勇氣 很大勇氣 那時真的是 俗語叫是視乎恨 你也是拍得住 什麼啦 俗語叫 我平時不是這樣的 你真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是大學 參加一些大學 好像校花校草選舉 在加拿大 那些比賽 誰知道那個比賽 我看到TVB 杜先生 駱少姐 Sandy姐 看得到 他們又飛去多倫多看這個比賽 經常去找人 是 這麼遠找人 會的 參加大學的選手 很佳有些 他們見到我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回來香港 參加香港先生 那個比賽裡面有多少人 還有你是不是真的很出眾 你是不是唯一一個邀請你回來 邀請有三個 都是香港人來的 那邊的CBC 都是華人 是 不知道有一個金法的 誰知去大學那些可能是金法和華人有什麼所謂 金法不是 他回來香港先生 Mister Universal的那些 不是人家Mister Hong Kong 你先睡一會 原地貴不改 你今天不夠精神 好了 找了三個男士 回來就是真的有參加香港先生 真的有參加的 就是那時候的八號 楊冠澤和貴君 鍾君楊和我 我們三個就回來了 淡粗粗 有機會 那時候讀完書沒有嗎 沒有 我那時候是大學一年班讀完 打算回來大學四月放假 很多時間 不如就參加一些比賽 誰知比賽轉折到現在 就回來了香港 那你Drop out了 還沒有 沒有完成大學的課程 還沒有完成 但還沒有Drop out 他可以讓你留幾年 可以defer 無限defer 你六十歲回去讀也可以 都可以的 因為加拿大是福利社會主義 你跟他說現在沒有錢 你出去找些錢回來再讀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是一個窮學生 為什麼你想做演員 但是他又調了你去主持組呢 我也很想問這個問題 你不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你那些聲音好聽 你那些聲音夠厚 是嗎 會吵聲那些叫 你嘗試說 L聲 說故事 但是沒有用的 你聲音好 你沒有主持的質地 你明白嗎 有些是一輩子做演員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 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香港先生 香港先生那一晚 其實他寫了一份稿給我說 但是我臨上台之前 我一個字都沒有說過他份稿 我說了自己份稿 是嗎 你不怕嗎 你是不是反叛還是不記得 我想了好 掙扎了很久 因為我很想說我自己的事 他有一份稿寫了很scriptive 有個故事包裝得很漂亮 那一份歌是甚麼來介紹自己 還是一件事 因為入了四強之後 每人有一個一分鐘的 speech 那一分鐘其實已經寫好了 那些寫得很好 已經改了十次了 但是我最後一隻字都沒有說 說了自己的那個 哦 這樣有沒有人生氣你 可能生氣了 可能生氣了 不知道的 會不會有嘻嘻嘻語 喂那個人 是呀 還要改這麼多次 改完又不說 但是你一定是改得好 別人留下又有印象 是呀 那就入了C2組 有這樣的機會 第一次主持 很大膽 讓我主持台慶 和Dou Jack第一次 第一次 是呀 Dou Jack有沒有很擔心 有些人第一次 我就很擔心 你好像沒有甚麼和我一起 擔心 如果拼著你 你就會覺得有些壓力 其實我很擔心 我很害怕 因為有一個題目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是 Grace凱琳說錯了一句粉身碎骨 是呀 第二個題目就是我和Dou Jack 是呀 我就停止她 因為我覺得這裡一定要玩 你明白嗎 不可以這樣放過 她本來有一段話說 我不管她那麼多 我便覺得 甚麼都說 事前有沒有默契 眼神交流打個眼色 她很聰明 她看到我想說話 她就讓我說 其實誰都會被Dou Jack說 你又說懂得K-pop 又懂得說韓文 那些是甚麼時候去進修的 那時也是韓文 我Youtube學的 我學了兩年 之後 因為那時真的很韓迷 又喜歡看K-pop 喜歡看韓劇 很喜歡 所以那時學中 現在不喜歡嗎 沒有那麼喜歡 現在喜歡看TVB 不 開玩笑的 開玩笑 開玩笑 又不是開玩笑 謝謝你們 初隊 因為那時很喜歡 熟了兩年的Youtube 就覺得應該要認真地學 那時應該是中學 所以大學就讀了韓文的Elective 101和102 甚麼叫Elective 選修科 選修科 對 因為是主修 通常是科目的第一課 他做1 即是英文101 即是基礎班 即是讀了兩班 我每次看到 譬如余德成 或者你 穿到這些瓶領 我就知道他做到韓星 因為男人要穿這些 穿到才行 你見到韓國的 這個要問Dou姐才知道 這是Dou姐的認證 我現在再問你 關於韓國的事 你當時最喜歡的韓聲韓劇是甚麼 當時喜歡EXO 還有最喜歡的韓劇是 She Was Pretty 他很漂亮 誰做的 當時是Pak Sojun 還有 Pak Soj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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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印象 他看的時候已經不同年代 你未看 我有跟他抱過 我看到當時的Dou姐去購物 對 我看見開幕後 你抱著他 我也很厲害 Pak Sojun Pak Sojun 就是穿了一些 蝴蝶領 還有一些大蝶 很開心 得到你們的認證 對 後來聽說 你有去過韓國受訓嗎 還是怎樣 我沒有去過韓國受訓 我是想去韓國受訓 但在面試過程中 失敗了 失敗了 在加拿大的面試嗎 對 即是他們全世界去購物 對 他們有全球選擇 對 同期有個女生成功了 在同一個面試的期間 那個就是現在Red Velvet的Wendy Wendy 昨天Wendy跌倒 對 Dou姐真的很甜 很厲害 對 怎麼搞的 Wendy就是讀我學校的 旁邊的學校 同一個學校組 旁邊的學校 但她是韓國人 她是韓國人 她是韓國人 是她鋪天蓋地 希望所有 我可能不知道 還有加拿大有甚麼不知道 對 加拿大真的很悶 那時為何喜歡TVB 是因為我加拿大悶到 我回家一至四百集 我每天都看 看完 當時加拿大真的沒甚麼工作 真的看了 那時有多少人參加 例如韓國這個海外選 我看到目測 二三百人 都多 要做甚麼 看到那個考試官 你要做甚麼 是第一批未見到考試官 是嗎 第一批坐在那裡 有個女人 女士 她很厲害 甚麼語言都認識 跟她說完之後 她就說 好了 你準備十秒鐘的自我介紹 十秒 對 說了一個名字 差不多一半 你說韓文還是英文 那時是英文 跟她說完之後 就可以進了房間 就像這間房間 站在一起 都不是那些電視官 都是她 還有另一個 忘記了甚麼人 又是一些 Casting 但都應該是很Junior 那些 看一看 就離開了 那你進房間 你看看旁邊的男生 你覺得自己 我也是這十個當中 因為很漂亮 每個人都是 不是 這是一個幻想 很岩慘 不能說岩慘 不會是韓星味道的樣子 即是旁邊看到余迪偉 不會 可能大家都是未做星之前的樣子 我參加香港先生之前 都不是那麼英俊 都是樣子不太好 你髮型是怎樣 樣子一向都是這樣 當然可以走運 才會更英俊 但髮型很大影響 那時就像Fee 齊陰 寶寶 那邊就數一下 可以了 你們可以走了 這樣就走了 因為呢 沒有 他覺得有可能 7號留下來 不會 全部都要走了 明天才會再找 那是否全部都拍攝片 再給監製 導演 沒有拍攝片的項目也沒有 走完見一見 就走了 即是不行 即是外表先走 開頭的 很困難 好 好